闭门初班,七疾病,请抢教老师,这个盘是我嫂子的盘 七生病盘是我开的,因为自从他多年前自杀 自杀死不去,很恐怖的 一个人想自杀,但死不去,云拍就肯定不齐 病就一定反反复复 他这些所谓的病,其实不是混拍不齐的人 他的病,他不会具体是五臟的病,或者是血液的病 他一般是精神病,随家人说是精神方面的病 但我觉得是鬼怪问题,所以不喜欢去他家作客 当然,那边有没有精神病人都没有去 但又不能不去,就开盘检查他的病 这个时候,我插一句 插一句 你要检查他的病,没有问题 但有几个前提条件 比如说你去到他家 你就去开盘检查他的病 这个是最准确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没检查之前检查他的病 是不准确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你去到他家 没检查他的盘 去到他家又回到你家再检查都可以 这个都可以 但千万不要,你见到没见过这个人 就检查 基本上就不准了 明白吗? 要不你去到他家 立即就检查 要不你去到他家 又回到你家 再检查都没问题 可不可以理解这个? 各位同学 理解 理解 理解一下 但是老师 但是老师如果 约了个时间 是想着是什么时候去 然后才去到那里开盘 都准不准的? 准了,要去到他那里开盘 就算我约了他时间 都是开都可以的 是,但也不会提前开的 要去到那里才开 我知道你只是想提前开 不可以的 去到那里才开 见到他才开 例如我打算我明天下午就去 那我不可以开明天下午 不可以 都不准确的 都不准确的 因为奇门洞甲 这些就是神星门杠 很生硬的 这些 他没有任何感情的 你唯有去到现场 望到那个人 你再看回这些神星门杠 才会有指示给你的 但老师,我又想问 这些,刷这些东西 为什么一定要去他的地方 而不是说 譬如我们平时 我可能 神星门杠这些东西 是有N种解释的 明白吗? 你只有结合到现场的情况 见到现场的情况 见到当事人的情况 你再去解释这个神星门杠 是最贴切的 是吗? 明白 如果不是就是靠猜 一个直符 应该代表N种意思 你应该套哪种意思进去呢? 你手上没有任何资料 你怎样可以解释这个直符 解释得准确 你解释不猜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我见过一个更恐怖的一个情况 去到别人家 那个女人很正常的一看起身 很正常的 包括动作 眼神 说话 穿着打扮 都很正常的 但是 我过去一看 我知道有问题 我知道有问题 因为他下的公位 比如说他下的公位 都显示得是对的 都符合这个神星门杠的象律 但是我一落盘一看 他的公位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公位就类似 就是行射或者太阴之类的东西 还有其他的符合 是充拒他的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我知道这个人在扮作 知道我来 竟然被我看到的东西 装出来 明白吗? 那么 如果你这样说 是不是说 其实你纯粹是这些是鬼病的 而去到挖滑舌 比如说 如果根本上 那个人是住了医院的 去一些普通的 或者可能癌症 或者那些病 那就不关这一样东西 就是纯粹你就是说 是关于鬼病 或者精神病 就是要 刚才你说的 要去到这个地方 是吗? 没错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比如说好像棋这个 就等于棋去都没棋过 行了 我当他去过 去了棋棋 棋棋在家 再回来 再看的 这样的就不会冒犯的 没棋之前看就会冒犯的 你看都没见过这个人 去都没去过家 就说 拿个盘来看 这叫亡天打挂 是没用的 亡天打挂 是没用的 这是不准确的 所以做任何预测 一定要已经融入了别人的空间 时间 就是融入了别人的时空 之后 你再去做预测 再去许局 请记住 一定要请住 这一点 当你都没 没进入别人的时空 你是没办法 作出准确的预测 好 我当他已经是 当他已经是 去早又回 回到家了 盘中月降为轻嫂 没错 可以这样理解 在这里 时降 黑月降 丙火 丙火 没错 月降有生病星 要这样理解呢 时降及天瑞星有四海 我顶 那就不对 七疾病不是这样的 各位同学 七疾病不是这样的 我教的课堂是这样的 先看用神功有没有四海 几土 有没有四海 落在这里 没有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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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他目前的情况 未发病 未发病 再看天瑞星落宫有没有四海 有 就证明他真的有病 只不过未发作 再看时降落宫有没有四海 有 很快就发病了 再看对公 有没有病 有 手法有病 喂 哎 呃应该还有几分钟 怎么了 太晚了不搞了 太晚了 太晚了 不搞了 因为一做预测指示就不测的了 再做的话就要魔鬼怪都出来了 不搞了 还要看的话明天一大早可以 我明天是没什么行做的 好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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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每次都这样 被人 虽想闷两眼我做事 但一般 差不多指示就不看了 指示就不做预测的了 一预测的话 很多不三不四都会过来听的 没有必要 就这样去看 看病这样的流程 这样的流程 天瑞星在对公 请问九地 这个病一直稳定地发展吗 你经常都说到稳定地发展 你可以说九地 打个病痛的变化比较慢 但都代表 医得好都比较慢 阴工 是不是 自杀后遗症 不是这样看的 这个同学 自杀怎么看呢 比日起这个公位 几统的代表你一嫂 在这里 他没有死害 就证明他现在的目前情况 起码你起局的这个时间 他是没事的 但他真的没事吗 再看天瑞 一看日降 二看天瑞 是有问题的 三看时降 又有问题 四看日降 对公 也有问题 这种体 这些病很快就会出问题 如果其他的日 时 日 年 这些比较慢的发作 葵水 葵水 葵水又落在这里 生金 生金又落在这里 其实 连月日时 都有问题的 其实这个病一直都会有问题 事好事坏 日降 就这样讲 很快 下次 要讲多些 这个讲过了 这个讲过了 有没有讲过 老师 我想问一下 刚才 你说到自杀 如果那一刻自杀 他那一刻动作 可不可以拿来开奇门 那个盘来看 是什么原因 所以自杀 这个在什么邦有教 我没教到这个 这个涉及到比较 你是这样理解的 比如你知道他在这个时间自杀的 你用这个时间去看盘也可以的 当然他跟你是有关系的 你和他三不识七就没用的 我意思就是说 可能他自己都不想告诉你 为什么 但可不可以在盘里 知道为什么可以救回 这个可以的 我其实 你用我教的 看藤蛇的工位 藤蛇落工 大四海 有没有冲黑 蝕你的用神功 有的话都是撞斜 有这个意思 就用我搞个藤蛇库 就说过 在奇门洞甲那里 还有法术奇门都有搞的 其实我法术奇门 你们很应该学的 当你们已经学了我的奇门洞甲 又学了我的道家法术班 这个法术奇门 一定要学的 我跟你说 奇门洞甲 你只学一本奇门洞甲 是通过这个 只看奇门洞甲 是通过社会关系 人际关系 去预测一件事情 但法术奇门 我不单单用社会关系 人际关系 去预测这件事情 我还会通过神神鬼鬼的关系 去预测这件事情 所以法术奇门 一定要学 你想你的预测水平更加高 还有你想知道 预测了问题之后 如何去解决法术奇门洞 一定要学的 而且我现在还在说法术奇 你们不学就笨 一定要学 而且现在 一到星期一晚 九点多钟就有 这个问题回答的环节 你们为什么不去学呢 老师 那个法术奇门 和奇门 道家法术班 是否同一个班 当然 不是 道家法术班 只是说法术 比如我教你 吹菜 薄护身 吹桃花 吹贵人 呼吸和合 只是说法术 法术奇门 我通过预测 哎呀 这个人真的有问题 或者婚姻不好 怎么办 就用法术奇门 里面的法术去处理 更加有效 但是老师我想问一下 我纯粹想问 就是纯粹当少少八卦文 如果譬如那个人 真的有鬼神 那些令到他自杀 那样 其实我觉得 是不是我们 就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就是我们又不是你们这些师傅 其实我们不应该去干预 你学过法术就这样干预咯 是咯 你学过教 道家法术班就去干预咯 我们这些平凡人 就好像关我们的事 神仙都是人来做 请记住这几句话 哦 只不过这个人 为什么他成为神仙呢 是因为他 懂得很多东西 明白 神仙是人来做 所以你学过道家法术班的人 你就可以干预咯 你未学道家法术班 你就不要搞这些东西 是 找教授教就行 所以如果看自杀 或者鬼邪那些 都是看腾蛇和塔阴 塔阴看不看的 塔阴都看的 具体呢 你要学我那个 我也不知道哪个班 搞哪个班 中班 好像是 是奇门中班 还是法奇门中班 我不记得了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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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好 足够